房市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 你先来收听的是房老吉 关心你的房市幸福 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我是茶堂会 2023房市运势 命运老师表示 子李逃生 春风吹又生 再过不到一个月就进入了2023年 就有一个命理师表示 从紫薇斗树来看 2023年主管房地产工位的田宅工 逢武曲 天府财库新进驻 台湾房市将是 攒草不刨根 子李逃生 春风吹又生 谷底翻滚的局面 他表示无论是投机的投资客 建商 房仲 贷销 或是房地产 长业 从业 同业者 只要口袋够深 体质够强大 能够撑过2022 下半年到2023上半年的苦日子 就能再建新局面 继续地活下来 他表示 2023年经济工位 化际害心 进入民众工位 同时冲着房地产工位 亦为买卖交易机制 及贷款仍受到限缩 经济大环境不理想 房贷利率人偏高 民众买房能力 及意愿普遍不足 有能力买房的人 人观望中 投资投机客 无法支撑 推升整个房地产市场 政策方面 由于政府打草房 是为了抑制房地产 市场投机 炒作乱象 防止房地产出现泡沫化 破裂及崩盘 并不是要把房地产给打垮 因此手段虽激烈 但只是斩草 并未抛根 也让房市实力逃生 而在市场明显降温后 预料也不会再有 激烈的打草房手段 由于环境买卖 交易公位的财入新 2023年也进到了 已有财库双新 驻守的房地产公位 渴望激化房地产市场的运势 那2023年下半年 房地产市场将出现 斩草不刨根 死力逃生 春风吹又生 谷底翻滚的局面 可能逐渐展现出 交易量以及价吻 缓缓推升的力道 你不觉得这个新闻很妙吗 这新闻是我看到的 我觉得它太有趣了 我好像在看一个宫廷剧 然后有一个 有点像是青天剑的角色 就是他去夜观天象啊 然后去看哪一个星 哪一个星会冲撞到 哪一个宫的哪一个主人啊 再去跟皇上报告 然后再去颁布这件事情 嘴巴讲出来这些话 都是讲别人想讲的话啊 讲三话前面讲很多东西 我实在听不懂啦 我就听不懂 什么公什么公的这样子 但是你能说 他最后讲的结果 我认不认同 如果以结果的话 我看是有点像啦 我不能说完全认同啦 应该讲说他讲说 明年上半年也会不好 下半年才会开始 稍微好一点点 没错 这个趋势我是认同 但是他是怎么算出来的 我不知道 如果他能算的话 是不是也可以请他提供一下 明年或是说后年怎么样 那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吗 我们今年快过完了 那我们分析了这么多 看了这么多的报道 然后研究 我们做出这样的分享 结果居然是跟他用功来逗一逗 就是这样的结果 那我们今年做这五十几百几十要干嘛 他可能听很多YouTuber跟Podcast吧 那我们这样看新闻也看太累了 去各个暗场 有时候去了解啦 去问啦 或者说要去看一些资料啦 可能真的比较笨一点点 早知道就跟他学就好了 拼一拼逗一逗 我们也许就可以把今年全部的走势就入完了嘛 运势就入完了 可是我觉得他很有趣耶 他说口袋够身体质够强大就可以撑过 我基本上觉得这是废话 对啊这本来真的是废话 然后他还有一个是说政府打炒房只是为了抑制乱象 不是为了泡沫化 所以当温度下降之后他就不会去打炒房 这个我基本上也觉得这是废话 对这个是之前大家讲过的 不是我们讲过是大家都讲过的嘛 那这个我也搞不懂他 那没关系总之我们有讲过嘛 买房子有时候遇到任何的问题 就找命理老师来 或是风水老师来看一下 譬如说臂刀 然后你这边就弄一个天心盾挡一下 对不对之类的 也许啦他的讲法可以让可能很多买房子的人 可能现在心情就稍微 我也可以缓一下 明年的时候再来 也许真的是有一些依据的 我们只是不懂而已 我有看到另外一则新闻 他也是在讲明年房事的情况 可是他跟命理老师就比较不一样了 他用的是一种比较理智一点的判断 可是他跟命理老师想的结论 其实也有一点点不一样 我来跟大家分享 这是一个建设公司的老板 他分享出来的 他是在讲说明年的房价 到底会不会下降 他得有提出这个观点来跟大家讲 他说第一个 预售屋的成本比较高 建商不会去赔钱卖 所以下降的机会不多 特别是预售屋绝对不可能 原因是因为土地的价格没有下降 却供的现象没有改善 供料价格也增加 特别强调的还有 所有原物料供应商要符合 低碳减碳的ESG的规范 它的价格要守住 更没办法赔钱卖 因为我们都知道 现在那个全球减碳的那个碳税高 那如果你都要符合这些规范的话 那价格自然是降不下来 然后第二点是 他认为明年的房市不会乐观 因为他觉得交易量会下滑 因为我看到另外一则新闻 另外一则新闻是讲说 明年的推案量会大 但是不一定会有成交现象 跟这个人他讲的有点像 他说因为经过这波通膨跟 银件成本的高涨 开发商将物价缺工等问题 反映在房价上面 但消费者他不一定会买单 所以他认为明年交易量 一定会下滑 方式会很不乐观 这我就跟刚刚那个命令老师 有点不太一样的 因为我看这一个建设公司的老板 他是完全走一个 很保守很保守的讲法 就完全是冷 冷的一年 对啊 因为他的前提是因为他不降价 是不是 他的前提是因为他觉得他不降价 不要突破盲点 对啊 然后那他不乐观 可能降价的人就乐观了 那我这样讲好了 没有错了 包含ESG 然后还有很多造成 他们现在的成本上涨 但是我们也听过太多 不讲哪个案子或在哪里 好不好 那个时候我们刚了解的时候 他大概一平价格是在38万左右 然后呢 现在呢 他正式开卖呢 他平行到50出头 55万了 当时原本开价在38 看有没有机会冲上40 但是现在是55万哦 请问一下 这些的物料会让你一瓶多了十几万哦 你的成本上涨会涨到一瓶多十几万吗 野心会 所以也就是说 是有赚 他不愿意降回去了 就是说现在市场上 这个区域大概都是55万了 为什么我要降 没有错啊 我还是有赚啊 那我先降 我少赚一点点啊 其他的如果说 我先降 我降了以后 人家还没有买我的 还买旁边的 我不是更烙气 这只是其中一个案子的金额啦 就大概有这样的比例嘛 你觉得成本真的有高到这么夸张吗 我不觉得啦 他刚刚的讲法 我现在突然开始觉得 命令老师讲的有道理啦 对不对 他的讲法是 因为他觉得不会讲 成本太高 但是不能一杆子打翻所有键商 有的真的可能一开始评估的时候 抓的比较紧 我们刚刚讲的案子也是 他原本是在去年年底 他已经抓出这样的金额了 那今年年初乌尔战争 然后到他开案 他价格已经加那么多 我相信这个风险都已经带进去 但不可能涨价 涨到你一瓶要涨到十几万啦 但是他现在的价格 就是在55万左右嘛 类似像这样的案子 好多个嘛 只是这个刚好 我现在还记得住金额而已啦 对啊 我之前不是有跟大家分享 中永和那边价格 有松动的情况吗 对 我最近就有听到 另外一个小道消息 是在竹北那边的案子 也有价格松动 竹北呢 线上的案子哦 打电话给你 跟你说 我们现在价格又比较便宜哦 可以谈哦 没有错 我跟你讲啊 我们也不能讲建商名字 这个就不要多讲了 好不好 就是说有些建商 他是大型的 但是呢 他对于房市的风向 他感受是十分敏感的哦 一涨的时候 他追涨 他绝对不会落人后的 你在跟他讲说 他用的建材 或是他盖的品质怎么样 他不会管的哦 他就是会冲上去 而且这一波也是会赚到 但是只要房市一反转 一不好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也是很早见的哦 这样子的建商 他是很快的 对于市场感受很灵敏 然后做出的反应也很快的 他有做出这样子的 你不要再说不能降价 还是可以降价的 没错 想不想而已啦 你降一点点是一点 你一瓶降个5000 降不出来吗 对哦 这个我不太相信啦 这样整个听完 我觉得 嗯 这个命令老师讲得蛮好的 我突然开始懂了 如果不降价的话 当然是不看好啦 市场会变化啦 对不对 也许是该去调整一下 是该面对的 现在如果说 还是用一些各种的理由 去坚持你的售价 就会造成你现在买房的自住客 他就是不来 那你要囤在手上 还是要让他出去嘛 也许真的就像你说的 成本会让你小亏一点点 但不至于整栋赔掉吧 或者是说整栋烂尾嘛 那这个就是分享一下 我们的看法啦 好不好 好啦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咯 好 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 房老吉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